今天介绍今天我们之后今天还有啥活儿要干 这个是防杂草的 铺在这个园子里面 然后它就不长杂草 省得你在拔杂草 不是啊 这个东西不是应该铺在就是 这确定是不长杂草吗 是什么草都不长的 不长杂草 我以为你要铺在就是咱那个晾衣服盖底下那一圈那个地方 不晾衣服盖另有打算 走慢慢带你探索今天我们的家 哎呦怎么办 那玻璃都选暗门了吗 没明天暗门 看右边 地上 那啥呀 除蜗牛的 对呀除蜗牛的 哎呀可得把蜗牛出了 蜗牛把我们那个草吃的成那样 我还找不着那蜗牛在哪你知道吗 然后我跟你我不夸张好 那个蜗牛有这么大 真的 我抓了好几只真的这么大 看见没有 这么大 老好吃的 都没吃 没有 大家看见这种叶嘛 叶被蜗牛给吃了 但是又找不到蜗牛在哪 所以说就买 看这个吃的特别厉害 还有那个什么 对呀这都吃没了 所以说 这个叶子的蜗牛 蜗牛特别爱吃那个 所以说今天我买了杀蜗牛的药 先走 哇你要铺甲草了 哇就那一块 真的还 大家看真草绿的草 是比那个甲草漂亮多 之前我还想着要铺甲草 这两不太好 这一块20块钱 我就是铺这一块这一点 因为这一点 应该够疯了 哎 嗨 狗疯了 我给你们偷个底 哈尔这段是忘录的 重新录的 然后我现在重新再给你们说一遍 我买了一个水壶 然后哈尔的研发是 您为啥前几条条 同时本买水壶呀 我说 然后我当时给他回答是 因为我的水壶是保温的 然后我们常年的烧水呢 烧完就凉了 然后我又重新再烧 所以买这么一个 其实还没有卖的 对 因为 没人喝保温水 保热水的东西 好 这是第一对话 第二个对话呢 他就说我帽子是Made in China 然后我小小堂堵了一下 我说我买的时候也不知道啊 这个是 还有呢 就是 他就嫌弃我败家 你看 我跟你说哈 他当时对话是 你以为花钱就是挣钱 你当时怎么说来着 我不知道我忘了 哎 反正就是觉得说东西 你买东西怎么 然后我说我告诉他 我就说 东西只要我用 我买到了 就是我赚了 比如说我要用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这边买158刀 然后我一把去买过来 也就是八九十刀七八十刀 所以就是说我省了一半钱 然后就买了个水 买了个卸妆油 都用完了 所以必须得买了 因为现在上面有这个麦克风 所以说麦克风没开的时候 就是静音状态 有的时候会忘记开这个麦克风 就录了一段静音 比较尴尬 今天的晚餐 螺蛇粉 我们俩做晚餐 我们继续我们未完成的工作 杀蜗牛 他这款就是诱饵 也就是诱导蜗牛吃 然后把蜗牛堵死 就像这种 撒到这边 就OK 花园太大 就是一会儿就 木油了 没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们买的甲草 我们就打算把这个甲草铺在这个地方 要不然这个地方如果种 要不然这个地方如果种 要不然这个地方如果种枕草的话 就是很难捡 就这么小的一个范围 就很难拿个草机捡到 捡到 然后拔砸草的话 也是真的是太费劲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已经搞定了 虽然说没有那个甲草漂亮了 但是总比长了一堆杂草 或者是土漂亮很多 这样后院的话就又精致了一点 真的感觉其实打理花园和工作 还有其他很多时间都是一样 但没有必要就是 即攻击力一点一点做慢慢的做 就会每一天有一点改变 就会到最后的结果 就会翻遍覆遍的变化 怎么样了 好了等一会儿吃饭 吃完饭就去弄那个玫瑰圆 西天中变 给大家看今天晚上我们的晚餐 豪华版蜜牙盘螺丝粉 就是正常的螺丝粉 然后自家后院种的小菜 还有虾仁 还有羊肉片 终于他的双层玻璃快换我了 今天老板就来了 对今天老板来 今天老板来也没说啥 就看了一眼 视察一下进度 视察一下进度 今天做了好几个是吧 今天就一天做的是他前两天的两倍的量 前两天的两倍的量 就两天加起来的量 就等于今天一天做的 对啊 明天就收尾喽 收尾之后我们就可以 就可以大到阔府的去整备之后的项目了 明天收尾之后的你得先上班 对啊明天上班 但是晚上回来把我们卧室给刷了 晚上回来可以把我们卧室给刷了 因为我们卧室阳光太好了也大 我感觉我们的卧室和这个客厅差不多一样子 而且可能加上独立卫浴和那个衣帽间 比客厅还大 比客厅大 比客厅大 主卧比客厅还大 主卧就是比客厅大 所以说刷那个灰色的感觉应该也不错 这两天除了拍视频做视频空闲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看那个怎么打DEC 我这些东西全是在网上自己学的 没有任何人教我 但是那个刷漆 当然刷漆肯定是有主演人士教过我了 但是其他的木工活都没有老师 YouTube 是我的老师 各种各种大神 他们讲的都特别详细 就每步每步该怎么做 所以说就是看明白 然后敢做的话 应该不会特别的差 感觉我又黑了一圈 真的是在外面炸了一天 很好吃 我们先专心吃饭 吃完饭之后呢 我们俩去打理花园 我们下个月 在那里面炸了 看见 好 我会来 跟你说 我会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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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防杂草 然后还可以保湿 这边是没铺的 就是很正常的图 但那边铺完之后就会感觉更新了很多 漂亮了很多 其实就这种松树的 我不知道应该是松树的树皮吧 买了6袋 每袋40升 结果铺了一半 结算最后一袋 不够用了 连绕莫菇还要一半都没铺完好不好 对 就铺完一半 这边我们有一个小圆嘛 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片小圆 这一片也要铺 因为这片的杂草也非常的多 但现在尴尬的局面就是木游了 给大家看我们这些小月季圆 反正效果我是满意的 只不过是这回买6袋不够用 不够用 那一大片没不完 下一回得买10袋了吧 至少10袋吧 我们6袋的所有的东西都已经铺上去了 然后感觉今天后面车库门在家这 在家里面夹草之类的 再加上双层玻璃 明天就弄完了 我们的家又更新了一点 我俩真的是用实际行动 跟大家介绍了是买旧房是可以的 但是要自己分心 就要自己费心思 对 虽然说我们买房的时候省了不少钱 但是后期投入也不能说 肯定没有买新房投入的大了 但是还是要投入的 但是你买新房的话也要投入 主要是我们俩太矫情了 买新房的话设计好的房子 我们俩不一定喜欢 但是又得重新装修 还不如直接买个旧的房子 按我们俩的意愿装修 然后还有我们俩喜欢的花园 因为花园是我们俩的弱项 所以说买一个好的花园 我们俩就负责打理就可以了 省得到时候再费心思种花园 那又是一个特别更大的工程 真的是 所以说大家如果看到我们翻新的 哪个事情你有心动的话 你想试一下的话 就不要犹豫了 其实看我们做的东西都是蛮简单的 只不过是我们想到了我们去做 这个是最重要的 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的想法 但是想着说以后有时间再做 以后有时间再做 但是以后 最好时间就是当下 最好时间当下 我就喜欢 这个车库 我之前都没想 今天早上突然想 车库变成黑色 是不是很好 然后我就直接就去巴林斯去买漆 然后想到这个花园铺上这个东西应该也很好 直接去巴林斯就去买 然后回来之后弄完之后 确实效果也不错 然后还有就是 我是通过什么事觉得就是 喜欢什么 当下就去做好 就旅游这件事 旅游是吧 对我当初就是想到 等我留在这儿了 我就有时间去旅游了 等我工作了 我就怎么怎么着 事实发现的是 等你有这个条件的时候 你根本没有那个时间 对 当你真正 当你真正到你想到的时间的时候 当时那个时候的情形 又和你想象的不一样了 对 你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需求 对 所以说 想做的话 就去做吧 OK 希望大家看我们视频 不光能学到很多东西 能够同时也能够希望给大家动力 做大家喜欢的事情 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明儿也好 继续来观众来聊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谢谢 谢谢 谢谢